东全力需要伸张的高雄县大辽乡潮辽国中遭到了不明毒气体侵袭 而环保署日前公布了七家厂伤势可疑的污染来源 其中有一家已经勒令停业了 其余则是依照公害纠纷处理程序 渴望在境遇之内厘清相关的责任 高雄县大辽乡一个月四次遭到不明气体侵袭 让大辽乡民情绪难耐 又是动员包围工业区又是表达抗议 难以的情绪之下环保署也尽力做好监测工作 污影去污中常常发生在5到10分钟之内 所以查证的工作非常困难 那也因此我们环保署也应用许多的高科技 例如红外线图谱营模式模拟 那么来协助第一线的高雄县环境保护局 来进行这个七家的可能的求场对象 伤害已经发生 环保署也做出负责的态度 依照不同的标准要来进行赔偿 希望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民众也可以主动申请 在公害纠纷的因果关系非常坚定 所以在公害纠纷处理法的设计里面 有一项很特别的 也就是举证责任的反转 那么在对于肇事责任密切相关的求场对象 他必须去说明他自己跟这个事件无关 那否则的话呢 他就必须来共同负担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 公害处理程序就是会先由县政府进行处理 如果还有争议的话 再进入县府公害纠纷调除委员会或进行裁决 而环保署也会站在监督的立场 全力进行协商作业以及赔偿 今天新闻张亚昂高兴峰台报导 attain调文负担 谢谢大家